这是一对孤儿 亲眼看着父母死去 然后一对逃兵闯进了他们家 两个虚弱的孩子被抓住 像牲口一样 被锁在了自家的阁楼上 这群逃兵饿极了 外套大雪封山 啥吃了都没有 大猎也毫无指望 于是他们直勾勾的盯上了病弱的两个娃娃 抓走了更虚弱的女孩 然后他们带回了一锅肉汤 这段恐怖的回忆成了汉尼巴终身的梦 多年后他成了一个有点病态的少年 甚至有点残忍 面对其他孩子的欺凌 他会直接把叉子插进对方掌心 平时汉尼巴不爱说话 只有在梦里会大声嚷嚷 这段痛苦一直持续他逃出孤儿院 找到了叔叔的遗孀 这是他唯一的亲人 对方收留了他 并教他礼仪 剑叔 从此汉尼巴变得帅气优雅 童年的恐怖似乎也渐渐远去 在夜里汉尼巴还会用热火油汤 一个晚上子夫人被惊喜 他冲进汉尼巴的房间 只见汉尼巴嘴边血是咸血 还有一小撮鸟毛站在天上 常常汉尼巴都会看着子夫人的香肉出神 思绪又进入了那锅滚烫的肉汤 有时他还会把刀片割到手指头上 不自觉的这可把子夫人吓坏了 赶紧拿着你的缝上 但看着血肉模糊的手指 子夫人发现汉尼巴居然没有痛觉 一天在菜市场 屠夫把子夫人调性 这挑起了汉尼巴好斗的 他抡起锤子就往后砸了 可惜警察阻止了汉尼巴 但他并不打算放过屠夫 拿走50刀 他戴上了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面具 然后来到了河堤 找到了下班的屠夫 屠夫见他马上掏出了小刀 而汉尼巴则优雅地回头 一刀倘开了他的肚子 在屠夫的惨叫声中 汉尼巴笑声割下了 顺便带走了他留下的鱼肉 将头完整地放上子夫人的祭台 汉尼巴心满意下楼 厨师为他烤了鱼肉 然后说了一句影响许久的话 子夫人看见头颅眼神复杂 汉尼巴则淡定描述 这时警察来了 他们将汉尼巴带走 可面对审讯 汉尼巴面富改色 甚至面对测谎一 他也还是冷静得像个怪物 一个头颅被插在了警局门口 汉尼巴因此摆脱了嫌疑 他回到家 不久后被医学院录取 这是一个契机 让汉尼巴学会并迷上解剖 此时二战已经过去近十年 但汉尼巴还是忘不了他的妹妹 更忘不了那些吃掉他的人 一次审讯协助时 汉尼巴接触到了土真记 刻意让人回忆往事 他掏走了一只 打给了自己 然后汉尼巴想起了 当年忽略的细节 那些吃他妹妹的人 留下了军牌 通过军牌 汉尼巴抓住了第一个仇人 将他绑在树上 然后拿出了绳子 绳子一头雷上了仇人的脖子 另一头拴上了马鞍 伴随着一声口哨 仇人的头被活活剿断 鲜血染红了汉尼巴的脸 他伸出手舔了舔手指 踩下了几个蘑菇 然后割下了仇人的脸 这是他第一次吃人肉 沿着线索 汉尼巴又找到了第二个仇人 那个人已经洗脱了过去的罪孽 现在打扮光鲜 这是妹妹的手镯 现在戴在仇人女儿手上 汉尼巴微笑 将女孩招了过来 往他的口袋里塞进了 当年父亲的军牌 看见军牌仇人吓坏了 但赶紧打电话给其他同伴 他们计划先下手为枪 其中一个追查到了医学院 可惜这些行动 汉尼巴早就算到了 说后面给来人炸了一阵安定 汉尼巴将他拖进了解剖室 挂在了遍物尸体的福尔玛林缸里 威胁他说出其他人的信息 很快这人就招了 但汉尼巴还是杀了人 道歉如果有诺 还要复仇做什么事情 看着仇人在缸里绝望淹死 汉尼巴笑了 可惜他的复仇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一个警官找到了他 在对峙里 汉尼巴说出了妹妹被吃的回忆 他居然说服了警官 默认他复仇下去 当年杀害妹妹的几个战犯 早就洗清了背景 改头换面过上了光鲜日子 汉尼巴要复仇就只能用私刑 很快他找到了第四个仇敌 也是这群人的头领 他把军牌扔到了男人胸口 戏虐地将柴油倒进了浴缸 可惜还没来得及点火 男人的手下就将了制度 他们跟汉尼巴压住 而男人则拿着小刀 说要割下他的脸颊串烧 好在汉尼巴事前买下的炸弹正好炸开 趁乱他逃了出去 回家找到了子夫人 只是没想到男人居然坏他一步 已经抓住了夫人 还用他的命要挟汉尼巴去死 利用子夫人留下的信号 汉尼巴找到了第二个德国兵 他也是当年吃掉他妹妹的其中一个 汉尼巴给了他选择的机会 把他的枪放到了灶台上 选择就在一年之间 看着手无寸铁的汉尼巴 男人果断伸过手去 瞬间汉尼巴从背后拔出了一把长臂上 刀锋一转 他已经没有后悔的遗地了 来到囚禁子夫人的地方 汉尼巴被一枪击中了背体 对方拿出小刀捅向汉尼巴的大腿 确定击中神经后 男人就不住了 他要汉尼巴死得更痛苦 他走向子夫人 欠缺一发之际 汉尼巴拔出了藏在身后的长匕首 匕首为他挡住了一枪 他一刀割掉了男人的金 夹断了他拿枪的手 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只是最后一刀之际 子夫人阻止了他 他不想汉尼巴变成一个彻底的杀人 汉尼巴痛苦不意起那道记忆 他接受不了自己也尝过妹妹的肉 汉尼巴崩溃了 他不受控制的在手里 冲天刻下了妹妹的脸子 他绝不能原谅那些人 只要把他们杀光 就没人知道自己被逼吃了妹妹 子夫人看着逐渐风魔的汉尼巴 走出了船舱 他知道 已经没人能阻止汉尼巴了 他最后回头 看见了汉尼巴深肯掉手里 仿佛第一个恶魔